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来自不同领域的行家带你细细品尝生活的点滴趣味 与你共享生活品味 欢迎收听news9898新闻台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酒吧行家品味 我是佳玄 我们上周邀请到了城邦文化的采访编辑佳蓁 来和我们谈谈她的极简生活 要如何对自己的物品断舍离 那么我们这一周继续来邀请佳蓁谈谈极简生活 佳蓁好 嗨大家好 佳蓁我想要请问就是 如果今天对一个极简生活初学者来说 我要从哪里下手会比较好呢 坊间大部分是说从衣柜衣服开始 但其实我觉得好像对女生来说并不是那么适合 为什么啊 因为很多女生她就是以穿搭买衣服 是她的兴趣 是她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就跟我很喜欢文具一样 不可能一开始就从文具下手 因为这样子你会很难去判断 因为她那个东西对你来说太有情感了 情感的性质太高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衣服开始并不是那么适合 如果你原本对衣服就没有多大的欲望的话 衣服是可以的 是这样 我觉得是要从就是比较不会有情感的东西 像一些文件类 文件 书类 书类其实不一定 因为有些人他很喜欢书 对也是 书很难 不然教科书我觉得可以啦 大学不是说大学时期的 这种比较你可以客观判断的东西 我是觉得比较好下手 像日用品 日用品类的 或者是 你自己是从哪里下手 我好像是从衣服 因为我本身就是不是很喜欢买衣服的 因为我在几件前衣服一年大概只有五十几件 一年 五十几件其实对也没有算非常多 对没有非常多 因为你有两季的 对还有上下 对还有外套啊 其实还不多 所以对于衣服来说我其实蛮好 我对于衣服没有什么多大的要求 所以我就可以从衣服开始 但是如果真的是很喜欢衣服的 尤其是女生 或者是你很喜欢书的 真的就不建议先从这两个开始 因为你就会在那边卡罐卡很久 因为觉得每一本都想要留下了 对除非你就是可以先挑一波说你真的觉得它是坏掉的东西 就衣服起毛球了 或是旧了有污渍的 这一类的就是一定 一定它已经是垃圾等级的 你可以先丢 清一波应该是可以清出蛮多东西的 我还要听说一个说法是说 如果你这一年 这两年都没有再穿它的 就可以丢了 对就代表你真的是 你都已经过一年了 一年四季都过 三百六十五天都过 你没有穿到它 那你哪一天会穿到它 对你一定不是那么喜欢嘛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衣服的话 就是一年内没有穿到就丢 一年内没有穿到就丢 所以女生可以朝 就是当然也不要先衣服下手 我们就先从文件开始 文件类 因为文件类你很能判断啊 就比如说账单 你缴完了它可能就不会留着啊 或是一些东西的说明书 一些说明书很多网路上都有 对耶 你这样一讲我昨天才组一个电风扇 我说明书应该可以丢了吧 可以丢 这你真的完全 甚至有时候连保固卡 包括看你会丢吗 其实如果它不是很像是电风扇这一类 其实它原本单价就不是很高 其实我买电风扇还是买吹风剑 是买那个什么热水壶之类的 我发现它其实损坏的机率也没有那么高 好像也是 好像通常都过了一年 过了保固期它才会坏啊 而且我们就是买有牌子的就还好 对其实就还好 就不太需要留 除非是那种很高单价像相机的 就你可能会 它会是在你身边很久的 或者是电脑这一类的 我会留着 那除尸机也算高单价 也是 对我还可以 因为它会 对对对除尸机 我真的没有想过 说明书要 那个保固卡要丢掉这件事 保固卡 因为你知道它 就是一年保固 通常就一年吗 对 除非有那个终身保固 你可能要留着 对耶 但有时候其实你去修的时候 它并不会要看说 要保固卡这个东西 哦真的吗 很多时候啦 哦 完全没有 想到这件事 我今天学到了 这就是保固卡 说明书 然后还有一堆纸张 对纸张 反正你会有很多 什么我们像工作的话 会有很多文件啊 对 就有些过期的 你用不到的 你就可以丢了 真的 除非是你如果就觉得 你觉得真的需要保留的话 你就把它扫描起来 像是我之前不是有考 一些日文检定吗 就什么N1到 呃 N 我说我N3开始考 就N3到N1 我都有证书 但其实我除了留N1以外 其他几张证书我都丢掉了 因为N1就是最高 最高的 所以只要留最需要的 那个虽然它只是一张薄薄的纸 但是其实很多张纸累积起来 也是一叠的 很有道理耶 对啊 留最好的就好啦 对啊 真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有受到你的影响 就是看你的IG图片 然后我之前也是有整理了一波房间 我把我所大学的文件 统统丢掉 真的 大学的很 好爽快 真的 我好像你这样想 我好像也是从文件开始的 对 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买衣服的人 但是衣服太多 不知道从哪下手 先从文件 对就是从你比较容易判断的 你会训练说你丢东西的手感 我就说这个手感 决定的那个瞬间 对对对 因为就是 现在都是会提倡说 你尽量思考不要超过三秒 就因为你 其实你真的需要的东西 你根本不需要思考啊 你就知道说要留着 如果有 犹豫的东西 其实 它真的需要嘛 就是一个问号 是哦 就是 除非你三秒内 就是决定我要这个 对 我要留下来 而不是说 我到底 要不要 要不要 哦 有道理耶 就是你 你真的需要的东西 你根本不需要思考 嗯 有思考的东西 其实好像也不是那么必要 很好的一句话 是不是 对 因为你就会觉得 你会迟疑就是 它一定有哪里不好 对 你有迟疑的东西 就是好像哪里 嗯 这真的需要吗 是一个疑问 这可以帮助大家思考 其实不只在丢东西的方面 对 哇 就是买东西你也是 对 因为其实很多人 你真的需要的东西 你根本不需要思考 对啊 你买牙膏 你需要去思考 说我需不需要牙膏吗 好像不需要 可是有时候 有些人是为了去超贫 超贫 哦 对比较便宜 他觉得要不要囤一下呢 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心态 我们是 我要这个 所以去买这个 对 他们是觉得 可能用完了 对对对对 很多人 但是大部分人都觉得 嗯 好像哪一天会用到 所以我买这个 先买起来放 而且像 对啊 而且最近很多电商 打什么 节 六一八 然后开始特价 就有些人想说 哎好便宜 那我是不是买一个 对反正 有时候 总有一天会用到 对 但另外一个就是 总有一天会用到 这个也是 很多人在丢东西的 一个盲点 哦 怎么说 因为总有一天 但是你会发现 根本没有那一天会来 像衣服类 就说 哦 这一个 这一件 我好像 哪个场合 会穿到 或是 就是很多语言学习的书 就是说 我哪一天 我一定要认真来念 哦 哪一天 一直没有来 真的耶 不然就是 你现在立马来念 哦 你现在很想念吗 不想啊 对耶 有道理 就是现在你在 不管在买东西 或者是丢东西的时候 都要考虑到 我现在 需要吗 嗯 而且是以我 不是以东西的角度 对耶 因为有时候 东西 东西它可能是 因为有感情在 嗯 所以其实 但是那个东西根本 对你来 现在也是不需要的 对 你是要丢东西 买东西的时候 是要以你为角度 不是以东西为角度 而且有时候 有些人会觉得说 因为我买了这个很贵 嗯 我舍不得丢 对 但其实你根本 再也不会穿到 没有用到 对对对 不要因为那个舍不得 而变成杂物 对没有错 这样其实 这样其实是更浪费的 因为你想 如果你是租房子的话 你等于是 付你的房租 去放你的杂物 对耶 你少了 那几平 嗯 或者零点几平的生活空间 你想 他在那边 他的房租是多少钱 嗯 然后你有必要 帮你的东西 那些垃圾的付房租吗 好好笑啊 是不是 对 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说法是 那些不必要的杂物 就像你的便秘一样 你会把便秘 把他在房间里面吗 突然觉得 好像又可以再整理波 是不是 真的耶 这样做起来不舒服啊 对啊 真的 他就是占了你的生活空间 嗯 那你在开始 极简生活之后 嗯 你有遇到就是 其他人对 极简生活的误解吗 我觉得他们 大部分的误解会说 就是 呃 空无一物是不是 就是很冷清啊 然后没有人气 人气 没有人住的感觉 对 没有人住的感觉 哦 然后就觉得空荡荡的 冰冰凉凉的 也不会 我看你家我就不会 对啊 很温馨 对 这就是很多人 会有一些误解 就是如果他 那个极简主义者 他是走到很极端的路线 就是真的就是 空污的话 那个真的就是会有冷清感 啊 但其实极简主义有 就是很多人误解 就是说东西你要少到 只剩下 呃 六十件或一百件以下 这才叫极简主义者 其实 不见的 他是 极简主义是一个 对你自己来说 就是相对 合适的 少的数量 嗯 就是只保留 你自己最需要的东西 哦 所以每个人的那个 对物品的那个数量 是不一样的 嗯 就不能不能说 哦你东西怎么那么多 我们外人看来说 你东西 衣服你怎么那么多 嗯 你这样不极简 哦 但对我来说 这是我够的 我每天我都会穿到 对 我各个场合都会用到 对 所以 我 我是极简主义者 嗯 就像 像我 我不是有其他的兴趣 像公道吗 对 就对一般 一般人来说 这是他不必要的东西 会觉得说 我一点都不极简 但是 但是 这是我 每天每周 都会用到的东西 对 这是我需要的东西 而且我也没有囤货 嗯 或者是过量什么 它就是我真正需要的 但是我衣服 我可以很少 嗯 我一年四季 大概加起来 连外套 加起来不到25件 好 但我觉得 这好多 很够了 我鞋子 只有三双 加拖鞋 三双 好少 我觉得这样就很够了 就是在 每个人 在极简的领域 可能有一些人 他觉得 不是那么需要的东西 他可能就可以很少 嗯 但是他觉得 他真正需要的东西 他就会多 因为极简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专注在 我们自己想要 想要去发展兴趣 或想要专注的地方 嗯 这是极简的目的 就不要被很多 杂乱的杂物 给干扰到你 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 这才是极简的真谛 并不是说 追求的东西 一定要少到不行 我觉得家蓁说的太好了 这也是人生的课题吧 对啊 就是你真的就是要去 找到你自己的目标 极简之后就觉得 哇 我真的都是去做 我想做的事情 像我现在这份工作 嗯 我是 真的是我的兴趣 嗯 加上 我以前培养出来 不管是学校 或者是我 我平常的嗜好 累积出来的经验 都全部都运用在 这份工作上面 所以我现在是 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很棒耶 而且在这份工作 我还是可以 不断的在学习新的东西 嗯 所以回家之后 我就不会说 要求自己说 一定要去念书啊 或者是看书 就是要再去吸收新的东西 我觉得我不需要 因为我在工作上 我已经耗掉太多的精力 在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回家 我真的只想耍费而已 就是放松 真的 因为真的放松很重要 你放松 你隔天才会 更有专 更能专注在你的工作上面 而且 就不需要一直逼自己去 说我要上进 我要上进 我不要啊 我已经够了 而且像你房子 变得这样 那么的干净 简洁 我就看了自己心情 也会开心 愉快啊 对 对真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酒吧行家品味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来和 重邦文化的采访编辑 佳蓁聊聊 极简生活 那佳蓁 你开始极简生活之后 你有影响到你身边的人吗 我觉得多少都有 哦 像真的 像之前 因为是跟其他室友住在一起 你也认识的 哦哦哦 对对对 就是你住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 可能我自己的领域整理完之后 我会想要去整理外面的公共空间 然后可能会稍微去整理一下 然后有时候他们可能会进到房间里面 进到我房间里面看我的状况 然后他们会突然觉得说 嗯这样子好舒服哦 就是因为我在丢东西 然后他们可能也会激发一个 他们也想要来丢 虽然速度不是那么快 但是因为 就是都生活在同一个空间 就是会互相影响 对超容易影响 对他们就会开始 要卖东西啊 然后丢东西啊 就才慢慢处理自己的一些小杂物们 而且我记得 哦那时候因为我要搬家 我又给家政一个书主 它是有点大的 然后三层吗 嗯嗯嗯 对三层 然后后来可能对你来说 它就是太多雨了 太大 对太大了 我就还掉了 对因为我发现说 因为它乘价太多 对 但我根本用不到那么多摆东西的那个空间 然后但是它很容易涨灰尘 我真的就是因为它很 太容易涨灰尘 我每个礼拜都要少 然后我用不到那么大的空间 所以我就把它回收掉了 我就买了一个小的那个折叠矮桌 诶不是像茶几 是茶几吗 它其实是矮桌 哦 但它是可以折叠的 它就很小 但我就是打扫的时候也很方便 而且我东西很少 我要用的时候再把它东西从柜子里面拿出 然后用完 就是把它那个桌面完全净空 就不要用的时候 甚至可以把那个桌子折起来 放进柜子里面 就是你的房间是真的是 就平面完全只有床 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 真的很棒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常躺在地板上 放空 发呆 思考人生 哇塞 而且这样整理其实 打扫起来是超级不花时间 很快 对就是你吸个地大概一两分钟就OK啦 你这样打扫频率是多久啊 我觉得那时候因为吸地太容易 有时候我几乎是每天都会吸地吧 哇 而且只要花一下下一分两分钟 对对对对 然后再可能一两天再拖个地 因为那时候有买那个平板式的拖吧 嗯 就是稍微拖个地 这样就OK了 很快 因为像我们就是东西太多 就是你打扫 你又花半天 因为你都要把那些东西搬开 擦 擦 对吸一吸 然后还要拖一拖 超花时间 因为打扫本身对于很多人来说 它是一个很难养成的习惯 对 因为它觉得它很累 然后很麻烦 但如果你想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就是要让它变得更简单 嗯 所以就是你可以 如果你真的想要培养打扫习惯的话 就是把那些什么吸尘器打扫用去放在眼前 啊 就是你就会想要去打扫 不然就是你要把东西尽量减少到 你打扫的时候比较不会花费太多力气的阶段 不然就是你每天顺手做一点 嗯 像我的话 我现在习惯在睡前那个流离台啊 就因为我们洗手不是弄的会都会弄湿答答的嘛 对 我睡前一定 就是可能不一定每次洗完手都会把它擦干 但是我睡前我一定会把它恢复原状 就是会把那个玻璃玻璃把它完全擦干 就是没有那个水渍然后整个台面都会擦干 哇每一天耶 每天都会这样做 所以我的玻璃其实不太需要大打扫 因为它永远都是这么亮 我突然觉得极简生活的人应该是比较没有多性的人 嗯对 因为你是马上去做 对马上去做 就不会去累积它 对对对 所以就是做起来都很轻松 你就根本不需要大扫除 过年的时候 对 或还要分享一个经验 就是我之前搬退租的时候 搬那个搬夹码 然后其实那时候是提早退租 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房东 房东看到我们的房间实在是太干净了 但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去特意的去打扫 因为太干净它就退回我们一个月的押金 诶押金不是反正就会退的吗 没有因为我们提早解约 所以押金是会被收回去 对对对 好棒哦 但是我们根本没有花多余的心力去扫 但是它就是马桶就是非常的亮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污垢 因为马桶是最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但是我对于马桶很要求 所以我都会整个弄的 每周我至少扫一次 很棒 整个刷干净 然后整个用酒精擦过 这有点洁癖啦 就是我对马桶真的很要求 我觉得这点很好 那你有推荐哪一些书或部落格 给想要开始极简生活的初学者吗 我觉得书的话就是刚才有提到的 那个《我决定简单的生活》 这一本 它是日本的作家 佐佐穆典士他写的 他其实是日本很有代表性的极简主义者 他也是原本也是一个出版社编辑 跟我一样 对但是他因为那时候好像 就是他36岁单身 然后你朋友跑了 因为他太多东西了 反正他就是一个很落 到生活到一个很落魄的时候 他就决定他要开始极简 然后极简之后他就真的是改变他的一生 就是很多想法 对所以这本书里面他有讲说 为什么极简 他又从极简主义的诞生 跟极简生活方式 跟一些日本的日本为什么特别容易接受极简文化 这件事情开始着手 然后到他亲身他觉得丢东西要怎么丢 然后你容易遇到的盲点 像有什么盲点啊 就是比如说像库存 库存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说就是整个城市都是你的仓库 整个城市都是你的仓库 你根本没必要再囤东西 对因为太我们生活太方便 太容易取得这些物资了 因为这箱网路购物 你根本隔天或当天 你就可以买到东西了 对啊 根本不需要囤啊 这一类的警局 或者是总有一天会用的到的东西 可是那一天根本不会到来 真的大家听到了吗 然后这有55点 有55点就是这种金句 55点 对 好多 就是你就是会每一句感觉 每一句都会被打中 然后接下来就是可能你过了这55点的时候 你要进一步再减少东西的话 他有列出15个法则 哇 就是你可以就是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然后还有极简生活被他带来的12个改变 就是他等于是他整个极简的路程的心路历程 所以就是从里面你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其实我非常推荐到现在我唯一保留的一本书 唯一保留 你家中只有这一本书 对 其他书的话 就是看完我就会用那个二手术的平台把它卖掉 或者是一些日文书的话 我会直接买电子书 因为这样不用省海外运费或什么的 对耶 而且其实你也是 也是一直可以重复看 而且他更便宜 对 比较便宜 对电子书比较便宜 因为日本的书其实不太会打折 不像台湾 它是几乎是不打折的 天哪 所以电子书是真的相对便宜 而且又很方便的 对又不在你的空间 而且他们还有那什么月租费 就是月租多少钱 然后你就可以看很多书 好棒哦 那你现在有对还没开始几件 想要对他 对你自己 想要说什么话吗 还没开始的自己 还没的自己 还没开始几件 我觉得其实 好像也没什么话好说的 但我很开心 就是我在23岁的那一年 就决定要成为基建主义者 就是我还没有浪费太多钱 在买东西上面 就我觉悟的顿悟的比较早 我觉得这很棒 因为我现在我自己花很多钱 在衣服上 现在就觉得想想有点后悔 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 在浪费 但是我觉得过去 有一段时间 就是挥霍过你会了解说 自己适合什么 对在极简过后 你会知道说自己更适合什么 然后如果你真的需要那样东西的时候 你会更容易去挑出 真的是品质好的 然后适合自己的东西 所以我还是不后悔 我曾经那么挥霍过 对好有道理哦 因为你买过试过 你会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 就买衣服的专家 你知道说你不适合这种衣服 对 你以后你 再也不用买了 你不会去买了 对 有经验了 对有经验 就是因为有经验的累积 所以就是现在任何人 如果你想开始极简 然后你是购物狂的话 其实你不用去 对过去的自己感到有罪恶感 因为这都是你的经验 那如果搜集屁呢 我觉得搜集屁想要 极简是比较难的事情 因为我就是喜欢 搜集这些东西 会吗 我觉得搜集是要保持适量 适量的收集 我觉得是很OK的 像我有御朱印 御朱印我有十几本 十几本哦 我有十几本 但是因为我知道说 这个东西是 它会一直存在我人生当中的 然后它是要跟我 我进棺材的 所以我那时候还有棺材的话 所以我还是会持续去收集 但是我就是收集 这种收集性质的 我可能就会保留 可能就这么它这么一个 就是不能太多 不能什么东西都想收集 真的 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空间 你因为 你必须要因为 你拥有的空间 去限制自己 嗯 对啊 因为现在 毕竟现在房子这么贵 空间这么小 真的 你真的没办法想囤就囤 除非你钱多 你可以去买仓库 还是把空间留给自己 比较重要 对 没有错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先进行到这边 今天很开心 邀请到城邦文化的采访编辑 家珍 来和我们分享 她的极简生活 那大家也可以到IG 搜寻她的账号 是KASIN 然后底线1994 没有错 对 重复一次 KASIN 底线1994 那在IG里面 可以看到很多 家珍图文并茂的贴文 真的超漂亮 很像饭店 这也是我梦想中的房间 虽然我现在房间也改造 我觉得也还不错 但家珍的房间 真的超美的 好 我们今天就谢谢家珍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